有一群人身份非常特别 他们是在日治时期在台湾出生的日本人 日本战败之后回到自己血缘上的祖国 但是心中始终怀念着他们出生的土地台湾 他们在台湾被当成日本人 回到日本又被当成台湾人 被称为是湾生 湾生的后裔 台日混血的画家田中石家 费时了14年寻访拍摄纪录片 叫做湾生回家 甚至卖掉自己在北投的房子 有一位湾生从日本回到台湾找童年的玩伴 他的小步子上一个一个名字化掉 很多人都已经走了 这是一段在台湾跟日本 几乎不为人知的过去 永久に違法人 纪录片《湾生回家》的主角湾生 是1895年至1946年 在台湾出生的日本人 统计有25万人 他们因日本战败被遣返 他们把台湾视为故乡 小时候的玩伴恋人都在这 台日混血的出品人田中石家 一开始只是为自己的日本阿嬷和阿嬷一群 丸生朋友圆梦 他说我们这群丸生在台湾出生 随着时间一个一个即将消失 以后还会有谁记得我们在台湾的曾经 单纯带着一位岸生爷爷奶奶回家乡 田中石家本来并没有想过要拍纪录片 直到发现自己的脚步 已经快不过现实的追赶 田中石家前后花了14年寻访 经历五年拍摄才完成 为了拍这部纪录片 他甚至卖掉北投的房子 把近两千万收入全数投入电影 不过我很开心我做了这件事 那虽然有很多人来不及拍 有人拍到一半 也有人等待回来看 可是呢还是来不及了 但是我知道 就像他们告诉我 有几个湾生去世之前 他告诉我说 请相信我们在纪录片上映的时候 我们会在现场和其他的湾生 一起看我们的故事 田中石家帮湾生找回故乡 找回出生证明 也在旅途中找回爱人 爱土地的力量 其实呢那个追寻不是只有眼泪 不是只有沧桑 其实那追寻里面有很多 他们快乐的景色 那是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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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就知道了 那时就很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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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可以走这十几年 我想是因为他们的故事太美丽 我舍不得 田中石家说 纪录片的完成 是挖掘湾生故事的开始 也为台湾人留下美丽的历史记忆